第六百八十一章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看到葛长青不服气 还继续叫嚣 王平安周梅 不耐烦地警告道 我很快的 全力输出 你根本承受不了 快又如何 真的男人 在于吃酒 葛长青给自己鼓励 吐出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双手掐印 眼中是金光一闪 一道极光骤然出来 像闪电一般射向王平安 哼 口是心非 你也很快啊 王平安的身影突然一晃 出现在了十米之外 手中是多了一把 布满窝口的大刀 横在面前 叮的一声 发出了一声清脆的撞击声 王平安是连退了三步 一把桃木小剑 高速旋转 刺在大刀的正中 火星四射 却始终刺不破这把普通大刀 太疲软了 你的武器不行啊 王平安是猛然一抖长刀 竟然把桃木小剑 震退数米 一刀破空 瞬间斩下 刀子刀子划破长空 发出了可怕的轰鸣声 那把小剑 像是受了刺激 震了一下 又像傻了一般 竟然没有躲开这刀 咔嚓 似乎有什么破裂的声音 桃木小剑是哀鸣一声 晃晃悠悠的落到地上 一跳两三尺 再一跳两三尺 像是瘸了一般 逃回到葛长青的身旁 狗长青是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神色萎靡 倒在地上 全身酥软 竟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咬指王平安 震惊说道 不可能 连我的法器都能抵御 你修炼的 到底是哪一家的功法 你问的太多了 王平安是饿坏了 没有心情回答 转过身 就要去找顾情城要吃的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夺什么夺呀 葛长青是愤怒之下 又喷了一口鲜血 王平安根本不想搭理他 就这货色 还想跟自己抢女人 要是在没人的地方 早就把他扔到尸体专用仓库了 围观之人是继续目瞪口呆 像石化一般 哪怕呼吸中了 都觉得像是在犯罪 太可怕了 这王平安也太可怕了 文明不如见面 这种年轻人 别说在同一代当中遥遥领心 就算在老一辈的修炼者当中 又有几人能够跟他交手啊 怪不得武当某位长老布下天罗帝王 叫来十多个高手一起袭击王平安 结果还是被他反杀了 王平安完全有这个实力啊 刚才和葛长青交手 只是短短短一两分钟就展现出了极为可怕的手段 速度快 拳头重反应灵敏 有一种秀丽乾坤的法器或者法术 可以随时变出大刀 以及收回大刀 毛山嫡系葛长青 大长老的亲孙子 从小被寄予厚望 身上还要一把陶木法器 就这样的配置 竟然是被王平安轻描淡写的单方面虐了一顿 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 这还打个矛啊 以后遇到王平安 草草投降算了 呸 自己想什么呢 为什么要跟他为敌呢 跟他做朋友不相吗 凭他刚才展现的实力 自己早点抱大腿 那才是正确的操作方式啊 管什么毛山武当中南山修士联盟呢 自己偷偷地抱大腿 管他们怎么想呢 那一边 顾青城已经为王平安加了一盘子食物 果然好快 不过刚刚好 我已经给你盛了一盘子美味 你过来尝尝吧 顾青城似乎早就预料到是这种结果 有些扬眉吐气 高傲地扬起了脖子 像是天鹅一般 用眼角的余光扫过大爷和二爷 以及亲爷爷 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眼光比他们好 王平安是接过盘子筷子 在女友面前有些小得意 那是当然 古有官二爷温酒斩华雄 今有我王平安 咳咳咳 怎么 全是凉菜啊 看着盘子里的菜 王平安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好不容易装个那啥也不给机会啊 盘子里是装满了 酱牛肉去骨 凤爪 风味咸鱼 凉拌黄瓜 白切鸡块 一句话 全是凉菜 就算用光速解决战斗 他也吃不上一口热菜啊 对不起啊 由于宴会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已经没有热菜了 王平安是饿坏了 不想为了凉菜还是热菜去计较 看上去味道还不错 继续吃吧 于是他转过身 找了一个空桌子 埋头大吃起来 还不忘招呼顾清成 你也吃啊 刚才来的时候 你不是说自己也饿了吗 看到你吃 我就不饿了 顾清成那是寒清漠漠 盯着王平安 咋看咋顺眼 刚才那通战斗虽然短暂 但是太解气了 王平安是愣住了 这是几个意思啊 顾清成见他停下了进食 以为他要喝的 忙到旁边 给他倒了一杯红酒 放在他的面前 就像是妻子一样温婉 喝点红酒 别噎着了 一旁沉默的众人 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开口 打破了现场的诡异寂静 呃清成啊 这位就是平安局势啊 真是英雄少年 啊对了 看你们还没有吃饭 我已经吩咐厨房 让大厨赶紧重新 做一桌子大餐 身为顾家的家主 顾传里要有 拓面自甘的觉悟 以前他不看好顾清成 和王平安交往 但是呢 也没有在明面上反对 因为想让顾清成 接触王平安 探索药王谷隐秘的事情 是老三顾传仁在推动的事情 想和毛山结亲 那是老二顾传志 全力在操作的事情 他作为家主 就像是裁判一样 不需要亲自下场地 参加比赛 反正不管是哪方成功 他都能够坐收渔翁之力 让顾家获得收益 刚才他抽空和葛长青谈了谈 主要是想看一看年轻人的想法 探一探毛山派 对于这门亲事的想法 哪曾想着年轻人葛长青 太沉不住气 三言两语的挑拨之后 他就要跳出来和王平安比斗 结果呢 装什么不成 反背怎么地 被王平安两招就给打懵了 看到王平安这种可怕的战斗力 他也不敢再跳出来作死了 先把这位对天对地 对空气的暴躁局势 安抚好再说 明天的事情啊 明天再说 打了毛山长老的孙子 自然有葛长老出面解决 自己就别瞎掺和了 如果掺和不好 他怕被王平安按在地上摩擦 所以主动走过来 让大厨重新做了一桌饭菜 就是变相地安抚王平安和顾青城 同时呢 释放出信号 让家族里的那些老家伙 消停一点 别再折腾了 你们没一个人能够接王平安一招的 连我自己也不行 顾家二爷顾传志 却是历声说道 不行 不能给王平安做吃的 他打伤了葛长老的孙子 必须立刻把他赶走 这是我们顾家的态度 不然明天葛长老来了 我们怎么向他交代啊 第六百八十二章 给个面子了 顾家二爷顾传志 却历声说道 不行 不能给王平安做吃的 他打伤了葛长老的孙子 必须立即把他赶走 这是我们顾家的态度 不然明天葛长老来了 我们怎么向他交代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了顾家二爷 眼中充满了鼓励和关爱 似乎是在说 别逼逼啊 你不服 你赶紧怼他呀 顾家大爷是微微一笑 似乎在说 你他妈还不是顾家家主啊 我安排什么 还需要给你解释 顾家三爷则是很悠然的 抿了一口茶 扬眉吐气的说道 二哥平时最厉害了 在顾家简直是一言九鼎 你想怎样就行动呗 犹豫啥 顾家二爷有点懵啊 这次大家变聪明了 居然没受自己蛊惑 太离奇了 难不成 想要赶走王平安 必须自己动手 这不划算呀 而且 极不安全呢 刚刚那场极为短暂的打斗 他就看出来了 平安局势太可怕 自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没人帮自己动手 那就太尴尬了 他正想说上几句场面话 把刚才这个提议糊弄过去 王平安却是擦了擦嘴 站了起来 你要赶我离开 王平安是非常友好 非常和善地问道 我 我只是随便说说 原来是客 怎么会赶你离开呢 顾传志面对王平安的时候 才突然觉得紧张恐惧 原本傲娇十足的信心 瞬间是崩溃了 说说也不行 你这样说 我会误解 整个顾家都不欢迎我 王平安是淡定 并且霸道地说道 顾传志很想告诉他 你没有误会 其实整个顾家 确实都不欢迎你 说 你欢迎我来到顾家 三个数 你不说 我就揍你 王平安是极为认真地说道 我 顾传志很想骂人 他纵横帝都几十年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 也从来没见过 这么不给顾家颜面的年轻人 但是王平安呢 却已经开始计数了 一 二 数字之间 根本没有任何停顿 几乎一秒说一个数字 我欢迎你 我代表顾家上下老小 欢迎你 欢迎你来到顾家做客 顾传志是秒怂啊 抢挤出一丝笑容 对王平安说道 嗯 虽然你很没有诚意 但我依然接受你的欢迎 王平安说完 对旁边的顾清成问道 吃好了吗 我们回去休息 刚刚喝了一大口 柠檬冰水的顾清成 非常温婉 幸福地点了点头 嗯 我吃饱了 咱们回去休息吧 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 真的很累 于是两人是挽着手 浩浩荡荡 从宴会厅离开了 根本没有给那个 想要抱大腿的人一丝机会 就连顾清成的父母 都没有机会靠近他们 说上几句场面话 等王平安和顾清成离开 整个宴会大厅 才恢复了热闹 这个年轻人太可怕了 实力高深 正如江湖传言 他在年轻人一代当中啊 避暑前三 太没礼貌了 简直没有一点家教 这样的粗鄙农夫 怎么可能和顾家接亲呢 连入队的资格都没有 凭一点武力手段 算什么能耐 明天毛山葛长老一来 说不定会当场废掉他 我觉得吧 平安军事的脑子啊 有点毛病 说话做事啊 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 真是委屈了清成侄女啊 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怎么就眼下还跟了她呢 大厅里的风言风语 王平安和顾清成已经听不到了 他们回去睡觉了 只是单纯意义的睡觉 非常的单纯 一觉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上午的十点了 这是王平安在家的深屋中 到了顾家 也是丝毫没有改变 或许 这就是 宾至如归的感觉吧 不过 顾清成却是早早的起床了 梳妆打扮之后 显得是更加明艳动人 二爸 你睡醒了 饭菜都在锅里温着 洗漱之后呢 就能吃了 我爸妈怕你尴尬 所以早早的 带着哥哥出去爬山了 今天家里 就我们两个 想做什么都行 顾清成怕他拘谨 所以刻意把家里的情况 给他交代一下 不好意思啊 昨夜的激战太累了 一不小心就睡过头了 还没见过叔叔阿姨呢 真是太失礼了 等他们回来 我一定向他们赔礼道歉 王平安伸着懒腰 非常礼貌的 说着正常人该说的正常话 顾清成是羞涩的 帮王平安穿衣服 怕自己的小男友太过劳累 或许今晚还要激战呢 不多时 王平安是吃过了 已经可以算是午饭的早饭 神清气爽 坐在阳台上 看着顾家庭院的风景 顾家老宅啊 分为十几个小院 每一个院子里 都有一栋小楼 这里边住着某一个支系 每一户呢 都能分到一套 几百平方的大居室 这居室虽然装修极为豪华 一切吃穿用度极为奢华 但是呢 除了一些中老年 年轻一代 几乎没有人愿意住在这 用顾清成的话说呢 就是压抑 住在这 就连呼吸都觉得不顺畅 王平安是坐在阳台的摇椅上 喝着顾清成刚刚泡的大红袍 闭着眼睛抿了一口 安安稳稳地晒着太阳 前院有些喧嚣 听着动静呢 似乎有大人物光临 很多顾家人都忙着接待呢 顾清成的手机这会儿响了 低声说了两句 然后挂断了电话 走过来对王平安说道 毛山葛长老竟然真的来了 我们又麻烦了 一个毛山长老而已 我又不是没打过 就算是毛山掌门来了 又能如何啊 王平安一把把他拉过来 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 陪自己看着院中的风景 老宅的院子里有老树 老花 老草和老人 看久了 呼吸之间 似乎真的是嗅到了腐朽的气息 喷喷喷 有人拍门 顾清成打开了门 有人在门外说道 家主请平安居士到会客厅 有钥匙商谈 只让他一个人去 你就别跟去了 我们顾家的会客厅 凭啥不让我这个姓顾的进去 顾清成担心王平安会吃亏 向那人争辩道 我们国家某些地方 还不让国人进去呢 你往哪说理去 给个面子了 那个人有些懵啊 他往自己身后看了看 自己没插队啊 给毛的面子 王平安是拍了拍顾清成的房间 给他一个安心的笑容 然后跟随传话者走向会客厅 不就是毛山的大长老吗 废了就是了 在这种天地大变之时 怕个啥 硬怼就行了 三次赤月之后 人类的灵气也该有三次爆发 在这种乱局之下 就算打上毛山 他们也没有多少功夫 向自己报复 并且 如果向自己报复 那又如何 打进神农果园 借他们十个胆 他们也不敢 一个人五百万的门票费 直接把他们搞破产了 第六百八十三章 长得不美 想得美 顾家会客厅 葛长老 由顾氏三老亲自作配 并奉上了家中私藏最好的茶 毛山派的葛长老 名为葛不育 自幼修道 身上有一股出尘气息 轻傲孤冷的模样 让凡苏之人 不敢过于靠近 葛不育呢 原本是不打算搭理世家联姻 只是近来有感 觉得灵气复苏 世界将会大变 有世家财力相助 会让自己减少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 他的孙子葛长青 非常优秀 是年轻一代修炼者当中的佼佼者 到了适婚的年龄 向他提亲的人很多 顾家呢 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竞争力极大 不说顾清成的姿色好坏 单说顾家掌控的几个医药企业 就让很多修炼者垂涎 正因如此 他才松口 让孙子葛长青 在帝都树之地恋之时 多跟顾家走动 如果觉得顾家值得信赖 也不是不可以联姻 只是他没有想到 刚刚踏入第一步 孙子葛长青就被王平安打伤了 只因为王平安也看中了顾清成 这就很闹心了 如果是别的人 葛不育葛长老一句话 就能让对方乖乖地退出竞争 并向孙子赔礼道歉 但是对王平安 他可是真的无可奈何 从王平安以往的经历来看 这就是一个超级危险的火药库啊 一碰就炸的那种 谁跟他应对 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这种战绩足以让葛长老警惕 所以他今天来到顾家 简单交涉之后 他提出来要和王平安面谈 根据交谈的情形 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走 王平安来了 自信并且从容 没有任何的紧张 或者窘迫焦虑之感 大大咧咧走进会客厅 微微点头 就自顾自地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 你们找我 王平安这么问着 目光却是盯着葛不育 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这是一个宁神七的高手 你就是王平安 葛不育问道 葛不育是一身道庄 须发花白 有一股先锋道鼓的感觉 语气平静 表情祥和 但是却给人一种极大的压迫感 这是久居高位者的气势 这种气势 王平安是极为熟悉 记得以前的以前 在仙界的时候 神农一脉的那些师兄师弟身上 都有一种 比葛不育强烈一万倍的 类似气势 身为大佬 不经意间 就会流露出大佬的气息 而自己身上流露出来的 或许只有咸鱼气息 特别咸的那种 哼 王平安是懒散地半躺在靠椅上 轻蔑地一笑 根本是懒得回应 既然让人把自己找来了 还能找错人 还问自己的名字 这问题太弱智了 老子懒得回答 葛不育的眉头微皱 觉得王平安比自己想象当中更难对付 而且身上有一股迷之自信 不知道是谁借他的勇气 面对毛山大长老 竟然丝毫没有恭敬之意 是你打伤了我的孙子 葛长青 葛长老气势外放 目光也是变得淋漓起来 身上的道袍无风自舞 烈烈作响 切磋而已 何来打伤之说 咋了 你不服气 想替你孙子报仇啊 行啊 外边院子里宽敞 实在不行 咱们也可以去香山深处做一场 小辈狂妄 葛长老是惊呆了 也气坏了 他修炼了几十年 从未见过如此狂妄嚣张的年轻人 真是没有把自己放到眼底啊 狂怒之后 他却是暗暗心惊 莫非这王平安有什么底牌 所以才会如此有恃无恐 自己要是打伤了他 他身后的那位御雷高手 会不会突然出手 灭杀自己 就像是前段时间 灭杀天舞门满门一样呢 我太难了 早知道王平安如此难缠 自己就不该下山呢 可是顾家这块肥肉已经送到嘴边了 这不吃真的也很难受啊 修炼者法履财地极为重要 自己身居毛山派高位 法术不缺 灵朝之地也不缺 这履和财却是多多一善 急需补充 也应对即将到来的天地大变 我就是这么狂妄 看不惯你打我呀 王平安是嘲讽全开 正面硬刚 我 你 葛长老是面色胀红 眼中闪过一丝杀机 修炼几十年的道心 差点崩溃 这个年轻人有毒啊 顾家三个老头是目瞪口呆 昨天只是看出来王平安不好惹 哪曾想这货竟然是个疯子 逮谁怼谁 竟然咬住毛山大长老不放 逼着对方出手 凭什么呀 就凭你长得好看 好看能当饭吃吗 遇到富婆 或许是能当饭吃 但是 好看能提升战斗力吗 能打败毛山大长老吗 我顾家还想利用你 继续探索药王谷的秘密 你可不能疯狂作死啊 顾家三爷 也就是顾清成的亲爷爷 对王平安还是有些好感的 不想孙女的男朋友惨死 盲劝道 平安哪 你这孩子 怎么和葛长老说话呢 大家坐在这里 就是想谈一谈 用平和的方式解决争端 打打杀杀的 想什么话吗 葛不玉是干咳一声 强压下心中的杀意 说的 顾三爷说的没错 如果不是国家正在用人之计 我葛某人又是稀才之人 不然 哪会给你解释的机会 我今天来到这里 主要有几件事需要解决 第一 你打伤了长青 必须道歉和赔偿 并且数额一定要让我毛山满意 第二 我代表毛山派和顾家正式联姻 你必须无条件退出 不然就是和毛山作对 到时候 就算你身后的那位长辈 也庇护不了你 王平安抱着胳膊盯着葛长老 盯了老半天也没说话 你瞅啥 你怎么不说话 你长得不美 想的咋就这么美呢 你说的两个条件 我一个也不接受 既然青城跟了我 别说跟毛山作对 就算是和全天下作对 我也不会放弃他 你这小辈 真想跟毛山为敌 葛不欲发怒 你一个人代表不了毛山 对了 上次废掉的那个毛山长老 也是我干的 你们毛山怎么没有向我报复啊 如果今天我把你废掉 毛山会不会也跟没事的一样 继续风平浪静呢 你找死 葛长老是怒吼一声 你拍桌子 那厚厚的长行铁木会议桌 瞬间是变成了碎片 一把桃木小剑 无声无息的借着桌木碎片的石鸡 贴着地面 刺向王平安的小腹 这一件快准狠 想要把王平安彻底灭掉 第六百八十四章 平士本抢的东西 对于这一件 王平安是早有预料 以他凝身期的实力 外加作弊式记碎片恢复 综合实力 早就超出了同境界的修炼者 同境界的修炼者 在他面前 没有什么隐秘可言 什么案件伤人之类的小把戏 根本是逃不过他的法眼 桃木小剑瞬间刺到王平安的身前 如果刺中 他的小腹铁定是烂个大窟窿 一身修围也会被废掉 就算不死 这辈子也废了 王平安的右手 突然出现在小腹前 像是守株带兔的那个农夫一样 早就等着这把小剑 简直是找死 葛长老眼中闪过一丝得意 看到王平安的表现 他觉得这一剑稳了 空手接法器 葛长老觉得 就算是毛山的上一代掌门也做不到 可是王平安的右手突然闪过一丝金光 肉掌瞬间变成了金属 滋滋滋 一阵刺耳的摩擦声 桃木小剑在他手中火星刺剑 像是鱼儿一般游走 但是终究没有挣脱 被王平安是稳稳地握在了手心 稳握得很稳 毛山派盛产桃木小剑吗 上一位毛山长老落在我那儿的桃木剑 被我车成珠子 还甭说 效果真不错 我家大侄女带在身上 夜里都不做噩梦了 王平安是自顾自地说着 一翻手 就把已经挣扎不动的桃木小剑 收进了系统仓库 这一手瞬间是看蒙了在场的几个老江湖 秀 秀李乾坤 这种术法 不是已经失传了上千年了吗 顾家大爷揉着眼睛 惊叫道 这小子 他竟然把葛长老的法器收走了 还是用空手接白刃的方式收走的 顾家三爷是目瞪口呆地叫嚷道 顾家二爷 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 这位小爷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真是没落的药王谷传人吗 凭这首秀李乾坤术 顾家还巴结什么毛衫啊 直接抱着王平安的大腿 多赏事啊 而葛长老作为当事人已经蒙了 汗如雨下 疯狂地掉起全身的神魂力量 想要把自己的法器照回来 可是 他那蕴养了几十年的桃木小剑 如同泥沉大海 没有丝毫反应 桃木小剑消失了 彻底失去了感应 葛长老慌了 害怕了 他终于知道王平安的恐怖了 这根本就不是正常年 不按套路来呀 年纪轻轻的 这一身恐怖的修为 到底是如何来的呢 毛山这种千年大派 从未断过传承 每一代弟子当中 积全派之力 也只能培养出一两个超级天才 被门派荡成珍宝一般 在羽衣未丰满之前 绝对不肯轻易公开露面的 这一两个天才 往往可以轻松的越街而战 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绝招 可以在战斗当中 扭转乾坤 锁定胜局 他曾经见过这一代的那位超级天才 确实可怕 但是最多只能跟他打个平手 在一百招之内 绝对不可能轻易取胜 哪像王平安这种 非人般的存在 一招就锁定了胜局啊 这失去了桃木小剑 下边还怎么打 捡块砖头扔过去吗 或者捡个啤酒瓶子 不可能 他葛某人 是丢不起这种人的 王平安 把我的桃木剑 还给我 葛长老伸出颤抖的右手 声音低沉的说道 不给 平士本抢的东西 为什么要还 王平安是理直气壮的回答 桃木剑还我 我立即就走 联姻之事 就此作罢 想得美 还立即就走呢 我说过让你走了吗 王平安的身影一晃 带着一丝残影 出现在葛长老的面前 一巴掌就抽了过去 葛长老的速度也不慢 仓促后退 砰的一声撞在了后墙上 整面墙都撞裂了 住手 你不要欺人太甚啊 我毛山 其实好惹的 你偷袭我 还有理了 偷袭不成就想走 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老头 接受疾风吧 王平安说着 拳脚如风 啪啪啪啪 带着一连串 因为高速移动而产生的幻影 围着葛长老打 明明是单挑 却打出了群殴的效果 王平安一个人 殴打葛长老 因为他一个人产生的幻影啊 足足有十几个人的身影 围着一个葛长老 那场面 太惨烈了 几十秒钟之后 葛长老身上的护身符爆裂 护身玉佩碎裂 一身特殊炼制的道袍 也变成了碎片 时不时传来惨叫之声 让人觉得听着都可怜 顾家三爷摇头晃脑 看不出是怜悯 还是幸灾乐祸 哎呀 这小子是一点不懂得 尊老爱幼啊 葛长老今年都七十岁了 这样的老人都被他打得这么惨 以后我们要是老糊涂犯了错 岂不是也会如此 想一想都能感同身受 有点想哭啊 要打也是打你 因为他是你未来的孙女婿 可不是我们的 顾家二爷是缩了缩脖子 心情糟透了 顾家大爷是清了清嗓子说 你们别光顾着说风凉话 王篇都打这么久了 别闹出人命了 不管怎么说 葛长老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要是在顾家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也撇不清关系 要不我们上前圈一圈 三人一合计啊 决定还是上前劝架 别打了 王篇安你就别打了 快停手啊 再打出人命了 人家都认错了 你就饶他一回吧 行啊 我给你们三位面子 我停手 王篇安是从善如流 瞬间就停手了 只用脚踢 我的腿断了 我的肋骨也断了 你小子不是人哪 敢辱我毛山 哎呀 此仇我记一下了 由于王篇安是降低了殴打频率 葛长老终于能够惨叫出来了 记就记呗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打毛山的长老了 王篇安是淡定的回答道 另外一边 顾家三位老人是苦着一张脸 继续劝架 哎呀 停手 也停脚啊 这再打下去啊 真会闹出人命的 好吧 就给你们一点面子吧 而且 我这刚好是打累了 王篇安喘着粗气 停下了打人的动作 顾家三老那是面面相去 这是给自己面子吗 哎呀 就当是给自己面子吧 只要不再殴打葛长老就行了 三人是蹲在地上 想把葛长老扶起来 不过 仔细一瞧 顿时 心都跟着颤抖了 地上的葛长老 鼻青脸肿 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一张先锋道骨的脸 已经肿得不成人形了 幸好一身修为仍在 抗击打能力远超普通人 不然被王篇安这番拳脚舒适 早就死掉了 毕竟王篇安随便一拳一脚 都是能够击碎巨石的 第685章 我也觉得你哥挺欠抽的 葛长老走了 带着孙子葛长青一起离开的 走得是非常的安详 是非常的安静 没有惊动任何人 毕竟一个堂堂的毛山大长老 被王篇安打得惨不忍睹 传出去太过丢脸 不管他心里边有多恨 但是表面上呢 已经不再提及联姻的事情了 你看 有时候事情啊就是这么简单 打一顿就好了 如果不行 就打两顿 王篇安搂着顾青城 风淡云青的说道 谢谢老公 你最厉害了 顾青城是今天兴奋坏了 解决了婚姻的困境 就像是解除了八百斤的枷锁一样 说着他又钻进被窝 开始表达着他的兴奋和感激 这一晚的动静啊 有点大 导致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的几个人 为了避免尴尬 早早的就离开了 王篇安和顾青城起床的时候 家里又没有人 来顾家三天了 王篇安至今还没有见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 不管以后结不结婚 但是形式上的礼仪呢 还是要顾及的 哪怕是为了顾青城 王篇安也会客客气气的喊上一声叔叔阿姨 然后再奉上的精心准备的礼物 虽然只是几瓶丹药 而且还不是他亲手炼制的 但是至少价值不菲 功效也是特别的明显 要不你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王篇安活动了一下有些酸痛的身体 提议道 还是算了吧 今晚我们动静小点 明天他们应该在家的 顾青城是微微羞涩地说道 昨天只是太过兴奋 平时他还是很矜持的 很注意影响的 王篇安总感觉到哪儿不太对气 这样下去会不会耽误修炼啊 两个人正在说笑 却听到了院子里传来顾东迪的惨叫声 还有一些同族堂兄弟的哄笑声 王篇安和顾青城听到动静 赶紧下楼 来到前院查看情况 院子里 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人 在顾家家主的注视下 用一根藤条 抽打顾东迪的脊背 还有一群好事的顾家年轻人 正在那帮忙计数 八 九 十 这下子打得很 血都出来了 这家伙活该 跟玉飞白在会所里边鬼混 却被人家拍了视频 散播出去之后 让整个顾家都跟着丢脸蒙羞 东迪刚才解释了 那就是玉飞白设的局 以此邀险 想换取进入神农果园修炼的机会 谁知道平安局势不给他面子 不让玉佳人进入 还把他给赶了出来 你看看 这简直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听到这些议论之声 王飞安不用问原因 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这事情呢 他以前就隐约的了解过情况 但是他也懒得管顾东迪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像自己这种十八岁的孩子 都学着成熟了 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跟着学呢 于是才不管前因后果 直接把他赶出了神农果园 谁知道这玉飞白隐忍这么久 却在今天把那些视频公布在网上 还可以说是让顾家人知晓 于是顾东迪是悲剧了 被顾家大佬爷逮住 让管家执行家法 以警效忧 这事啊 连顾东迪亲爷爷都不好求情 因为太欠抽了 年轻人嘛 在外边玩一玩可以 浪一波也能理解 但是你被人家拍下证据 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浪可以原谅 但是蠢那不能原谅 老公 你帮帮我哥哥吧 我爸妈平时最疼哥哥了 要是看到他被打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会心疼成什么样呢 顾卿城是摇着他的胳膊 小声殃求的 你还是喊我名字吧 喊老公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听不惯这个称呼 王平安同时招惹许青和顾卿城 也曾经向他们解释过 可能在结婚之前 就已经飞升仙界了 他们两个以为 这是王平安的推托之词 在灵气匮乏的年代 哪有飞升的希望啊 于是总想着 用绕纸柔融化这个钢铁直男 现在该做的都做了 王平安却还是 谨守着老公这个称呼 不让他们叫 为这事 许青和顾卿城 没少偷偷生气 总感觉王平安有些固执 不过仔细想想呢 王平安的年纪还很小 需要一点耐心和引导 他们一直为此事而努力着 现在顾卿城 可不想为了这个称呼问题 跟他争吵 那是傻子才会干的事情 在这个有些卑微的 倒追角色当中 就算很委屈 他也是甘之若疑 顾卿城继续要求道 行行行 都听老公你的 你让我喊啥 人家就喊啥 现在总该救我哥哥了吧 我爷爷他们最怕你了 只要你说话 他们肯定会给你面子的 王平安却是笑的 再等一会儿吧 我也觉得你哥挺欠仇的 打一顿也好 能让他长点记性 旁边的人计数 已经是计到三十了 顾东离后背 还有屁股 已经被抽得血肉模糊 看上去非常的惨烈 不过呢 这只是皮外伤 对于修炼者来说呢 仔细调养个三五天 再用一些疗伤的灵药 很快就能恢复 救命啊 妹夫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可不能 见死不救啊 顾东离是发现了 在人群当中 看热闹的王平安 急忙扯着嗓子大声呼救 这不是还没死的吗 王平安很认真地回答道 众人士再次见识到了 王平安能够把天了死的技术 皆为贪腐 顾家家主看到王平安 面色微变 强挤出一丝笑容 朝他走过去 平安局势 真是不好意思 惊扰到你了 我们这是在执行家法 家中弟子犯了错误 都会在这里挨揍的 自从王平安 虐打毛山大长老之后 顾家三个老头 那是对王平安是非常客气 客气当中呢 还带着一丝敬畏 哪怕心里妈卖屁 脸上也要笑咪咪 王平安回答道 这是小场面 惊扰不到我 我也觉得顾东里挺欠仇的 对了 我觉得藤条 蘸水之后再抽打 效果可能会更好吧 顾家家主是尴尬一笑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他心里再次确信 这货脑子是真的有病 你听听 这是正常人会说的话吗 顾清成是轻轻掐了一下他 撒娇道 儿宝 你刚才答应过我的 要帮我救哥哥的 啊 我答应了吗 好吧 王平安有些不情愿的说道 顾家主啊 我觉得顾东里虽然欠仇 但是呢 罪魁祸首是玉飞白 要不要我把他抓起来 把他也打上一顿 顺便逼他把所有的视频都删除 顾家主是玉飞白